大家好,我叫Carson 我是香港大學差量學系的Final Year Student 亦都是四年級的學生 今天很開心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的一些學習經歷 不單止是在香港大學校園的一些日常的課堂教學 更加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Out of Classroom 一些課外的學習體驗 在上個年度我參加了一個由香港建築業議會CIC 舉辦的建築信息模擬比賽 即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這其實是一個比較暫身的建築科技 去能夠數碼化建築和工程的資訊 這個比賽內容就是要將一個校園 重建成數碼建設與建造中心 在這個比賽中我們需要去考慮不同方面的因素 去制定一個最理想的設計 例如地理的限制、建築法規的一些規定 功能和外觀的設計 因為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專業知識 我都聯同了另外四位來自工程學院 建築城市研究學系的同學 一起組成一個隊伍去參與 我是這個隊伍的隊長 很開心經過兩輪比賽之後 我們得到這個比賽的冠軍 及後我們更加有機會去新加坡 參與一個建築科技國際論壇 IBEW2019 這是每年建築科技界的年度盛事 亦都非常慶幸有機會和 來自不同地區的建築科技人才交流 亦都是非常難得的學習經歷 我們亦都參與了一個 visit 去拜訪NUS新加坡國立大學 及新加坡政府的建設局 我們都跟他們不同的官員交流 這是一個比較寶貴的學習經歷 我們因為贏了這個比賽 我們亦都得到不同團體的邀請 例如建築業議會 和香港建築師學會 亦都再邀請我們向業界 和不同的同學去再分享 我們的一些作品 和我們對於建築科技的一些學習心得 及後亦都有不同的媒體 和記者來採訪 亦都有報章去報導 我們這個特別的學習經歷 和我們這個比賽裏面的作品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學習體驗 及後不單止是這個比賽 另外在今年的二月 我亦都參加了一個 由ICE 土木工程師學會 Institutions of Civil Engineers 舉辦的一個關於 Smart City 智能城市的設計比賽 我們亦獲得一個獎學 我作為一個測量學系的學生 我都非常之慶幸自己 在這個項目中 有一個這麼全面的學習機會 讓我去裝備自己 具備多方面的見識和發展 去應對未來的挑戰 多謝大家